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今天是個特別的日子 李國修先生已經不在了 而他所創的《屏風表演班》 在今天我們錄影的當天 宣布無限期的暫停表演 意思就是說 我們將在9月份看到 《屏風表演班》的演出會是 可知道的未來最後的一次演出 當然直到某一天 某人又把《屏風表演班》 恢復起來 那今天我們邀請了 《屏風表演班》的六位主要成員 當中包括李國修先生的公子 來到了康熙 歡迎各位 他們有幾位是第一次來康熙 黃玉堂是李國修先生的乾女兒 對 我們今天還準備了一段影片 是妳丈夫在我們節目裡面 抱怨他娶了妳的事 你剛剛還說了 黃玉堂的先生是亮哲 亮哲很多人認識她 是因為主持外景節目 所以亮哲也會參加妳們 屏風的9月的沙漠的演出 對 當妳的演員 對 她很久沒有回來當我的演員了 導演都叫做我的演員 對 我敬愛的演員 OK 所以黃玉堂是李國修老師的 乾女兒也是弟子 那另外有一位男弟子 是黃志凱導演 導演是初次來康熙 對 第一次 歡迎妳 歡迎 大家好 我們兩位中間的就是公子 李思源 不好意思 幾號 你好 請問你今天幾歲 謝謝 江脈23 你有代表屏風出去演講了嗎 有一次 饗宴巴士 22歲就演講 會覺得很可怕嗎 那好像是21...21 21歲的時候 上台前有很希望取消嗎 非常 我上台前大概吐了兩次 然後那大了三次便 我...我沒辦法... 我這個人一緊張 我就會很想要... 會想吐了 會想要吐... 李思源如果光從臉部看 比較多王月 還是比較多李國秀 完全是王月嗎 也有 就是王月替平頭後的樣子嗎 鍾馨琳 號稱是乾女兒 可是其實只是因為 像王月的關係 對 就是因為我真的很像月姐 我那時候進平步 也是因為聲音跟... 那時候比較瘦 所以比較像月姐 然後... 王月有高興 被說跟妳很像嗎 月姐應該也不好意思 不高興這樣子 因為當我的妹妹 可是月姐一直覺得我很像 那個思源的妹妹 就妹子 所以她每次看到 我就一直說大妹子 沒有啊 我們在告別室看到 跟妳不一樣啊 因為妹子好像是一個 親戚的少女是不是 對啊 是一個細的人 大妹子啦 大妹子 就是大妹子 對 可是妹子以前 有一點點Harmony的時候 我們還滿像的 對 大家都離開那個狀態 妳還在... 我還在持續努力 加油 沒有問題啦 這樣很討喜 所以妳有分什麼師姐還是... 沒有耶 可是就是屏風的弟子 OK 阿伯的學生 然後狄智傑是... 我是從... 李國修老師的學生 99年 對 就開始一直跟著老師到現在 OK 是 郭哥是大師兄 對 超級 OK 只能說最早參加屏風表演辦 你在中國海專 就被李國修老師教了 對 國修老師就是我們的指導老師 當時他是不收費的教你 不收費 然後還吃他的 可是海專畫劇社 有很有名到值得國修當時去... 這就是很好玩的地方 當時海專並沒有畫劇社 那我們一個學長在外面 可能在藍寧的時候 有遇過國修老師 然後就請他來我們學校教我們 OK 那他就...話不說他就來教 那海專的同學很會拍馬屁 是 因為老師一來都會自己扮倒自己 就跌倒 然後我們... 那他就很有成就 李國修上課喜歡假裝扮倒 對 他一來上課 來...上課...自己就扮倒 扮倒 然後... 那這樣是要展現什麼 就是展現這個 自己扮倒自己 所以每一次都是一樣的戲碼嗎 大概... 這個扮倒自己大概一個月 你試試看 我看 你們剛剛是說怎麼樣 自己扮倒自己的腳 是這樣嗎 不是 另外一腳扮到另外一腳 自己扮到自己的腳 我看就是另外一腳扮到另外一腳 不是啦 扮到另外一腳 所以要很自然對不對 你好生動喔 要賠到嘛 你要... 你怎麼比陳亥寧演得好用 很快喔 因為為什麼扮倒就比他... 很正常 因為他是我師父啊 有生命傷力跟沒有生命傷力 對啊... 你剛剛那個是喪屍半島 對啊 就是他 你今天不是曾國城嗎 我是屏風的二師兄 所以曾國城寄屏風比你晚 比我晚一點點 郭忠祐真的有一些奇怪的行為 把圖章隨身放在口袋裡 對 純者圖章 他的絲章永遠是同一個 對 就是銀行跟... 他爸爸給他的 他成年那天給他的成年禮 放在口袋 放在口袋 因為他身上通常有四個口袋 衣服兩個 然後褲子一定要有口袋 沒有口袋的褲子他不穿 有些時候他去參加一個長輩的 一個戲劇界 算是一個滿德高望重的 一個長者的一個告別式 當那個司儀說一鞠躬 他就... 東西就掉下來 然後他就把東西再撿起來 然後司儀又說二鞠躬 又在掉一次 原來以為他在鬧場 你們真的有親眼目睹過 李國修從身上磨出泥丸子來嗎 有 我有 我親眼目睹 而且磨成一小球 他是不愛洗澡到可以磨出... 可以 然後邊聊就是邊戳嘛 戳戳戳之後 就是全身會往裡面戳 但他還是很自在地聊 戳到最後就到桌上開始戳 那會像蚯蚓的長條 現在戳戳變圓的 結果就跟你講話就是戳戳戳 他就一顆球 所以我都不知道 他在我上學是要看老師 還是要看那顆球 因為我覺得很不禮貌 那他球是不彈走嗎 不會...他會再把他壓扁 再把他戳起來 髮丸 最後會有兩顆在手上這樣 不是太大了吧 這不是季工產這個事嗎 他也不洗頭嗎 他非常不愛... 他去旅行的時候 永遠都是一件衣服 一件褲子 從頭穿到尾 他的理論不是因為他不愛洗澡 他的理論是誰看你 我今天是去日本玩 沒有人看啊 我穿的衣服 對他們說都是我第一次穿的衣服 所以他衣服就是一套一個月換一次 所以以前爸爸抱你的時候 你會覺得他身上有特殊的味道嗎 會 會有一種味道 然後那種味道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可能就是因為 我跟著這個長大 所以我從來不覺得他有讓我異味 我不覺得他是一個 大家無法接受的事情 所以你們外面的人是聞得到那個異味 可是那個味道不是臭 放久了的味道 溫溫的 對... 可是那個味道不臭 所以他在戳的時候 他也不會去鬧你 談你或什麼 所以其實我們在看這個 都是覺得很正常 所以如果你們現在聞到 綠油精的味道 可能會大哭耶 我們現在其實就... 告別室那天... 我拿綠油精 因為那時候老師的臨時靈堂 後來老師分... 老師有一些他自己的私人物品 然後有一天回到辦公室 靈堂撤了 我桌上去放一瓶綠油精 然後我就說這是什麼 他們就說這個是他們剛才分的 然後他們說阿伯這個可以給你 對 然後我就哭了 所以確實不能有綠油精 所以我們在告別室上看到的 跟國修老師有關的影片 是哪一位做的 是我做的 是凱策劃的 所以當時李國修有本人指示你 他要留下哪些畫面嗎 有 他其實有特別交代 他希望被看見什麼 他有希望被看見 穿著棉毛... 棉毛褲在家裡跑跑去 那個畫面 那個畫面是月姐提供的 因為他希望大家看見老師 他真實可愛的一面 告別室上的影片是有一些我們之前 即使我們曾經多次邀請李國修跟王月來 康熙也沒有機會放給大家看 我們自己也沒有看過 然後今天沒有參加告別室的各位 可以透過康熙來看到 我們現在來放的是 李國修先生的私生活的影片 我們能視聴一下 我希望我會熬一下 我還有一千塊 我會熬一下 我們在一起 invited你 我去忙一下 你不是工作人員 你不是工作人員 我讓你聽我 都是工作人員 你不用擀 我 我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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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當時看到這個的時候 不知道就會跟國修老師連在一起 因為... 你說海鮮的事嗎 對 因為他好像不是這麼願意 為這些事花費力氣的人吧 我發現他好像很喜歡 味道很重的東西耶 自己在那裡 他是會很喜歡聞那種海鮮的腥味 或者是海的味道那類的 就是其實他有時候會帶我們去 譬如說附近漁港或什麼漁港 然後他很喜歡 從外面一直走 走到最裡頭 然後就是漁船進來 然後其實會有雜漁船 那個雜漁就是一些小魚 小蝦 可是當在獵獄上面 那個其實整衫 對 那是整衫其實是很臭 就是有一點味道 結果阿伯到那裡就說 你看 有沒有很壯觀 是不是很漂亮 有沒有很感人 我們就有... 可是就覺得 他怎麼可以適應那個味道 但是他非常喜歡 所以聽說有一陣子 他們家的後陽彩 其實都是那個魚乾味 但他可能也不覺得他有味道 而且包括他其實吃東西啊 吃東西也都是喜歡看人家吃 他自己也不太吃 你說他是會把你們約到 那個麻辣鍋墊 然後點一堆東西 他自己不吃嗎 對 然後就看我們吃 他不吃在幹嘛 點滿桌的菜 然後就 心靈吃 智傑吃 吃吃 你看 你吃 很好吃... 你吃... 大家已經吃到結束 他的筷子根本連拆都還沒拆 他筷子的時候到底擺在那邊 然後就一直喝啤酒 所以他不愛吃東西 就他就你們吃... 剛才吃 多吃一點... 那麼適合 多吃... 然後他不喝烈酒 對 他都喝啤酒 那你怎麼會每次都喝醉 這來自於家裡面一個 很奇怪的傳統 就是從小 長輩就會說 如果長輩給你敬酒 那你就要乾杯 不管長輩喝多少你就要乾杯 然後重點就是他的問題 從他開始 所有人跟老師喝酒都要乾杯 本來沒有這種 失去老師喝就隨意嘛 那現在就被老師說 我是老師喔 他太有家教了 所以所有人 在他之後的人 所有人只要跟老師敬酒 就是乾杯 所以他喜歡看到別人乾杯嗎 他突然發現一直被乾杯 滿好的 就看到老師喔 老師就來... 志爺 我們喝一點 然後老師 謝謝 謝謝 然後我就乾杯 乾杯之後老師就咪一口 然後我就... 好可怕 然後我就再倒... 志爺再喝一點 老師 謝謝 謝謝 乾杯 然後所以每次到後來我就是 老師... 老師 我可以先走嗎 已經哭到整人家 過子前錄取舞台劇演員 今天是因為裸戲 對 我之前的半年 我有想過我的前途 然後就想到 我學老師曾經教過我 我應該去找他那個 不過他突然問了說 我現在演一個舞台劇 這個人呢 要在舞台上面背部全裸 有沒有人願意給我 我就不講是什麼 我就覺得 所以你會演舞台劇 不是因為演技 我是自告會 不是 妳是因為全裸啊 對 背部全裸 我會想到 在出舞台劇的時候 他就是帶你們吃東西是不是 對 他是帶我們吃東西 他排完戲之後 我們社員大概二 三十個耶 那就帶到那個後火車在那邊 然後就在吃... 一排這樣吃完 吃完之後呢 那我們大家就看老師 因為我們不曉得 為什麼被老師帶來這裡 然後老師就說 老師什麼都沒有 就是錢最多 然後一把這樣 那時候只有一百塊 大概八十幾張 八千多塊 甩在桌上 我們看到 我們一天火食費才三十塊 他說 他就請我們 他甩出來的時候 應該絲帳也有掉出來吧 沒有... 當時已經被鎖定是 將來他成立劇團的話 你就是當然的團員嗎 沒有... 那時候我只知道 學校畢業之後我去當兵 然後當兵回... 要退伍之前的半年 我有想過我的前途 是要繼續跑船嗎 那不跑船我又幹嘛 我沒有一技之長 然後就想到 國修老師曾經教過我 我應該去找他就對了 我腦袋瓜很簡單啦 所以他當時看到你的時候 應該也下袋了吧 等一下... 那個屏... 那個屏風現在元年 這個我們要招考團員 大家一次同仁 不是你被我教過就不用考試 通通考試... 就沒有一個考過 太嚴重了 沒有... 沒有一個考過 他第一屆的時候還很嚴重 沒有...他真的 我看那時候 考什麼 他考表演訓練啊 什麼 是類似自己半導自己 這種東西嗎 你自己即興表演也可以 或者有個主題給你表演 你統統可以表演 那其實我覺得那一票 都還滿優秀的 他沒有錄取半個 都不要 然後最後他突然問說 我現在演一個舞台劇 這個人呢 要在舞台上會背部全裸 有沒有人願意 我就不假使手就舉手 然後他就讓我去演了那個... 那個舞台劇 演了三場 我真的背部全裸 所以你會演舞台劇 不是因為演技 不是 你是因為全裸啊 所以背部全裸 所以你是說觀眾... 觀眾追求你看 我之前的背部全裸 這個我不曉得 我只知道我想... 因為大家也不知道 正面長什麼樣子就帥 沒有其他正面服 這出戲他始終背對觀眾嗎 所以那場背部全裸的戲 是需要夾緊的 還是說你是很頹廢的放鬆 不是 你背部全裸 那你前面是什麼 前面就一個一小塊布 遮住中腰部位啊 後面是用魚線綁著 所以郭哥也是脫心出道的 對 郭哥還有正面全裸過 我正面全裸 那是前面是用肉身做... 肉攝做的那個... 肉胎 肉攝做的那個內褲 所以後來劇團是什麼時候開始 演員收入好一點 1986年創團 1996年以後 應該就有了 就是比較... 1996年那時候老師做了 他的代表性的作品 精細歧視錄 那那齣戲後來在藝術上 獲得很大的肯定 所以老師在劇場界的地位 就又再更上層 那接下來我們進來 我跟裕堂再進來屏風已經算是... 屏風算是比較很強壯的 那個時候進來 最全盛的時候 黃裕堂不是遇過一次裁員嗎 對 就是我... 妳說那時候劇團要裁到 只剩七個人的時候 那是200... 2001年 我才剛進劇團半年 那時候發生什麼事 那個時候我們推的那個戲 因為當時是911 再加上那時候好像有風災 然後我們整個演出 屏風從來沒有遇過 在開演前大概一個月 票房之後兩成 快三成 那如果開演的話 屏風可能會關起來 所以我們就... 國主老師就覺得 他為了要讓這個團 他的理想可以繼續 所以他就跟觀眾道歉 然後我們就決定停演 那時候團裡面 本來是26個人了 結果才剩下七個 七個 七個人 所以他當時是怎麼跟妳說 妳那時候才才進去半年 對 因為我很新嘛 我是他的足球學生 那他就跟我說 他說我會裁掉很多人 但是我會把妳留下來 因為我要對妳媽媽負責 我答應他 我要帶著妳 所以... 可是屏風可能會關 所以如果屏風真的關了 我會把辦公室搬回... 搬到我家 妳願意繼續幫我嗎 對 那一句話讓我突然覺得 國修老師他不是只是一個大師 他真的很想把劇場做好 那個時候 所以後來妳是去國修老師家裡上班 沒有... 就是因為那時候我們停演了 所以才很多的危機處理 所以我們團戰停了 但是也很幸運 就是半年之後推了另外一個戲 然後很多觀眾 甚至文化單位幫助屏風 所以我們又再站起來 思緣妳家裡面從小 爸爸有讓妳感覺過說 家裡是錢上面不穩定的嗎 其實沒有耶 那是因為我覺得從小爸爸對我們家 對我們這些小孩他們都很大方 然後呢 他從來... 其實小的時候小孩沒有要求 就只有玩具而已 然後爸爸也是藉由這個東西 給我們機會教育 說一個禮拜去一次排位公司 只能買一樣 然後那也就造就了我跟妹妹 那種對於選擇上面的一種 思考方式 就是要慎選就對了 對 所以我其實這樣回想起來 這真的差異很大 我小時候我會看成那些 一排又一排的玩具 然後心裡面想著說 我已經有那個蝙蝠俠了 我那個是拿刀的 那我想我可能需要一個拿槍的 我會這樣告訴我自己 然後我可能就是需要一個壞人 因為你知道嗎 才能夠演一出事 對... 所以我可能會需要一個壞人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這次買個比較反派的 他有一個小本子 是把所有事都記下來 然後過了半年再跟你們講 出了什麼問題嗎 他有一個那個傳說中的小本子 然後他就是會一直寫 他說每天經過的事情 說了什麼話 誰跟他談了什麼 他都會寫 那那個傳說中的本子應該... 應該還在他們家 但是應該沒有人看過 四元還沒看過 看到那本子 有天說 我們有聽說那個本 然後他就是一個 記帳不記仇的人 以前都覺得 怎麼可能記帳不記仇 記仇就記仇 你不需要刻意 就是把這個東西避掉 但他真的是 就是你今天做了什麼事情 他認為你不對 他會把它記下來 可是他不會當下指責你 所以那個本子就是講了 很多別人的壞話啊 好想看 黃玉堂那個王八蛋 你今天來就化毒罪了 怎麼會有這麼笨的土地這類的 所以他會真的過了半年才跟你說 你犯了什麼錯 我跟志凱都是 尤其他教我們導演的路上 那你們第一次聽到他說說 去年六月的時候 你們不嚇到就是去年六月是... 我們已經習慣了 因為國學老師他的格局是 他不會當下責備你 他不發脾氣的人 所以我們兩個人被念任何事情 都一定是 我完成這個工作之後 有一天吃飯吃著吃著 他就會突然說 你那個燈光上次秒數更早了 你知道我飯都吃不下去嗎 所以有一點 社加上就要聽得懂 是什麼 就是給我開計程車18年 在計程車上 什麼東西都有撿過啊 掉最多是手機啊 其他像是離散啊 錢包的水果 我撿到什麼 通通交際警察提啊 所以他們也是演這個角色嗎 對 一樣... 是有這樣的口音嗎 他也是啊 對 我要聽你一樣的 掉最多是遺傘 還有手機 還有錢包 最近還點到虎飛檀了嘛 是嗎 沒有啦 聽說他在台上很喜歡笑場 對 所以他就講幾句話 他就必須要自己笑一下這樣 是神經值的笑嗎 還是... 不是 是特殊幾個戲 特殊幾個戲 因為真的那個戲太好笑了 其實我們演員 我們在排的時候都會好笑 有時候在台上的時候真的 你一閃神 不夠專注 你就會開始笑 就真的會笑到受不了 因為內容很好笑 有一次你笑場被他教訓是不是 有一次我笑場 然後後來笑了大概快三分鐘 我自己都已經快要尿出來 在台上緊張的 問題是那真的笑 然後真的就停不下來 開關被打開了 所以有點像神經值的笑 對 就是... 比如說話在我身上 應該現在輪到我講 可是我已經笑了 然後那就是三人行不行 三個人 然後其他兩個已經... 我們三個都在笑 但話接下來我要講話 然後就說 你... 就是完全不能講 就因為一直笑 然後就想要備台啊 散步啊 然後看看天空啊 然後觀眾就發現你在笑場 觀眾其實是更高興 因為我們這個戲它是比較特殊的啦 好玩的 對 然後就... 觀眾就開始吹啊 吹 然後整個氣氛就非常... 非常High 然後我到後來我在台上 真的沒有辦法 我就說 不好意思 給我做一次機會 我就開始做伏地挺身 然後做完之後 好了就起來 趕快把話講完 結果這一次 觀眾反應非常好 但是我就被老師 請到了辦公室 然後老師坐下來 他也沒有說你怎樣 他老師只說 帥哥 你要不要 要讓觀眾是幸福的觀眾 我說老師 要 他說那你這樣子 你覺得觀眾會不會不幸福 有可能 不是有可能 我告訴你 會 一些通俗觀眾 也許他會看很開心 但他真的屏風的 常年在看屏風機 他喜歡看精髓 他喜歡看厚度的東西 他就會被你打出來 你害了人家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說 是... 可是後來老師在這個之後 然後另外一個戲 就是沙姆雷特 老師在台上笑得比我滿開心的 對 他一定會把照去辦公室問 他要進來的事 這個笑場還沒有我們遇過那一齣 還來得嚴重吧 一個救國諸事會社 早期1992年 我帶九孔去演這支戲 然後有一次...有一場是暗燈 暗燈六秒之後呢 大家要戴著墨鏡 然後開始講話 然後結果暗燈的中間呢 九孔就過來之後 看...我眼鏡鏡片掉了一片 我說你去你的 只有六秒鐘 你自己去就位 然後他就自己去想辦法 結果就燈亮了 燈亮 我第一個要跟他講話 我就一轉頭 我一看到他 我就崩潰了 我就要笑場了 因為為什麼呢 他戴那個雷鳳的眼鏡 一個有鏡片 一個沒有鏡片 你要就整個拿掉 要你就把他裝回去 對啊 那我們排也沒有遇過這種狀況啊 我一看到他在舞台上面 怎麼憋那個笑呢 然後講...又很生氣的講 講完之後呢 都多兩句台詞罵他說 你這個網罵蛋 你連鏡片都會帶成這樣 你還辦什麼案 然後就轉身 就不換我講 換其他講 結果國修老師最後一個遇到他的 邊笑邊崩潰 觀眾也跟著浪笑 講一句 講不完 就... 什麼... 原忍這麼巧是不是 後來救國主持會是 我們有一版去紐約演 然後後來也是一個前輩 然後我就是演一個 一天到晚被罵做錯事的笨警察 然後我的組長 就會一天到晚一直罵我 結果那個前輩那天就罵我 罵得很激動 就說你白癡啊 你為什麼每次都這樣... 然後忽然他夾牙 上面夾牙整排... 我們就這麼近喔 然後我就後來看到那個牙出來 那一切在我腦海中 就變慢動作 然後就跟他的牙 跟他飛出來 我就說怎麼辦 然後這時候 他的嘴巴輕輕一含 把那牙含住了 所以牙沒有飛出去 牙就凸出一半 接下來更神奇 基本上就是劉謙的行為 他就... 我告訴你 我剛才罵哪裡了 裝好了 然後我就整個已經... 對 假牙的人可以耶 對啊 一瞬間裝好啊 然後他就可以用嘴唇去叼住 他明明已經推出去 然後我就要用嘴唇去把他叼回來 然後我整個在台上 就已經崩潰 我會捏大腿 我兩邊腿全部淤青 然後台詞員就過來說 組長 我早就叫你弄牙齒 你看你嚇到新人了吧 國庭老師從頭到尾在旁邊 一直笑 他在台上耶 國庭老師在台上一直笑... 可是我覺得國庭老師 有時候會故意逗笑大家 比方說這次的沙姆雷特 其實在之前演的時候呢 有一個演員 可能因為就是新人 剛進屏風有點緊張 那因為是演宮廷劇 所以那個從頭到尾的服飾 都要很莎士比亞那個年代 但那個演員太緊張了 他就穿著NIKE就上了 而且是銀色的NIKE 然後他的NIKE的mark 又更明顯 然後他上去做 其實大家都很認真喔 我們都演得跟那個 真的一會是一樣 就演得很認真 然後國庭老師慢慢蹭到 我跟杜思美中間說 你看黃昊勇的臉 再看他的鞋有多好笑 你就看那個演員 那演員他其實已經發現了 他發現他穿著的鞋 而且台上青色都是黑色的皮鞋 結果他一個是白色的 銀色的NIKE 銀色的NIKE 然後我們一看他的鞋 已經覺得已經受不了了 看他的臉 他汗滴得跟什麼鬼一樣喔 然後重點是他很緊張之後 我跟杜思美想說 不行 一定要忍住 但我們轉過去看阿北 阿北已經轉過身在竊笑了 所以我們想說 你都可以笑 那就大家笑啦 就大家就笑開玩 而且那場老師後來 叫所有人去看他的鞋 今天這個屏風表演班 這個各位來呢 他們講李國修以前的事情的時候 除了剛才我們看到那個 私生活的畫面之外 國修老師自己是一個 舞台上經常演出的演員喔 他有一些他演出的風格是... 其實我們以前的康熙 也沒機會介紹給大家看 因為說實話 比起看電視的人來 走進劇院去的人少很多 所以如果你真的從來沒有看過 他在舞台上的樣子的話 現在有個片段 可以請你觀賞 廣闊啊 真是太廣闊 真是太廣闊 太國 太平天國簡稱啊 台灣人很窮 窮得只剩下錢 哦 小平同志的四個現代化 把中國推向世界舞台啊 打開一遍 江澤民的三個代表 什麼三個代表 你有代表 他有代表 我也有代表 你覺得你們到底為的是什麼 為了救活 你覺得怎麼樣 可笑到了幾點 現在九點過五分 殺我們連著殿下 那殺人的凶器 就在你的手裡 吹水院是個什麼病啊 吹什麼東西啊 吹喇叭爹 我不會吹喇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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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整個做仙女啊 我做仙女我要吹什麼喇叭 我不會吹喇叭 我不會吹喇叭 我不會 而且講得非常好 而且你聽不出來 是外省人自己講彈話 在征婚啟事的今天出戲 他一個人要演二十二個男人 所以他必須要學會 像他說他的光台語 他就有四種發聲的方式 因為南部腔有台中腔嘛 台北的台語這樣子 他就學會各種不同的方法 客家話他也會講客家話 有一次是你們 誰要演有客家腔的人 然後被他糾正說 不是什麼都是粉什麼... 智傑 那時候就是演女兒紅 就是後來漢典 去年... 漢典有被訓練嗎 我那時候... 沒有被訓練 那時候老師因為那時候 在養身體的老師 可是我們第一次03年的時候 要演這個戲 然後我就是負責演一個那個 屏東的客家健身司機 所以要講客家國語 然後結果老師就說 沒關係...這樣說又來 我一句一句教你 然後他就派你一句一句教 然後有時候我們不能講得太... 真的太客家腔 因為畢竟舞台劇沒有字幕 所以我們得有時候有點偷音 所以有一點客家腔的 又聽得懂的是什麼樣的客家腔 就譬如說 我開計程車18年啊 在計程車上啊 什麼東西都有撿過啊 要最多是手機啊 其他像是遺傘啊 錢包啊 水果啊 我撿到什麼 通通叫去警察擠啊 這樣子 所以漢典也是演這個角色嗎 對 一樣... 你也有這樣的口音嗎 漢典也是啊 你會也是啊 我要聽一樣的 我們講第二段那個名片的嘛 為什麼他都記得你會忘記 我只有演一片 你心裡有沒有屏風啊 我沒有演...我只有演一遍 沒有 他就沒有 沒有... 有...沙姆雷克... 所以你完全不想演 剛剛那段客家腔嗎 因為我演過... 他是B組的演員是不是 對 沒有...其實主要那一次是漢典 漢典也就... 可是因為漢典的時間 不能夠全部 所以後來就找我來填 他其他的不能的時間 你如果演了那麼多場 你就不可能忘記這個... 因為我演過一次而已 那可能智杰哥他可能演過好幾... 2003他就演過了 好 那我們直接一句就好了 那修國啊 我開計程車... 我開計程車18年了 在計程車上面 什麼東西都有撿過 掉最多是遺傘 還有手機 還有錢包 最近還撿到骨飛檀了嘛 是嗎 我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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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觀眾會幸福嗎 應該可能不會 李思源回憶李國修 當場崩潰內流 我爸爸他生病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在醫院裡面 然後他就跟我說 你記不記得 十年前 你跟剛剛小事頂嘴 我... 然後他就 然後他就說 他就說我現在向你道歉 然後他跟我說 如果整體這個世界上 有一個人可以超越李國修的話 那就是我 我很... 我真的... 很煩耶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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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就有六年級 然後有鋼琴老師 然後呢 那個時候就是彈鋼琴嘛 然後彈一彈我就是 將要進入叛逆期的年級 將要 還沒有全部 然後呢 我就跟鋼琴老師頂嘴 我就跟他頂嘴 我就說 我想學了 然後那時候呢 鋼琴老師說 好啊 那你不要學啊 他也跟我就是... 有點就是很失望 很失望 他非常失望 然後呢 他就走了 就回家了 然後呢 我就在客廳 我就這樣坐在那邊 然後我爸那時候在睡覺 然後那時候我們家是樓中樓 然後那個時候 我就聽到我媽上去 跟我爸告狀說 那個... 你兒子把鋼琴老師給頂嘴 你氣走 然後我爸很計較 尊師重道 很計較 尊師重道 所以說 那時候我就聽到我媽上去 步伐很慢 然後我爸就很快的 通通通通通走下來 然後我那時候 人子都在沙發上 我爸就直接這樣把我撲倒 抓著我 然後呢 這樣 甩了四個巴掌 是人生中第一次打你嗎 嚴格來講是...沒錯 嚴格來講... 嚴格來講沒有錯 那時候以前都是那種 就是... 水巴掌是第一次嗎 這個字不會拚這樣打一下 對 以前是這樣子的 耳光是第一次 對 真的這樣子打是第一次 然後那也是我爸 最後一次打我 然後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就進入了叛逆期 我就真正的進入 不跟父母講話 所以他當時給你撕個耳光 後台詞是什麼 他沒有跟我台詞 就算有好了 我也不記得了 所以當時有爆炸嗎 整個人就... 我哭啊 而且我還...就是還留... 有那個...有疤 不是疤 有...那個就是隔天 對...隔天 全班還有老師都問我說 你怎麼了 然後我也忘了說 所以當下是他甩完四個巴掌 你就立刻又轉身走掉嗎 我真的忘了 我的畫面... 我的記憶一直到那裡而已 我只到... 對 我只到我爸這樣子 就是掐著我的時候 就甩完四個巴掌之後 他就隔天才醒過來 所以他並不知道過來發生什麼 我覺得老師 那麼小的個子 有辦法撲倒一個人給... 12歲啊 我11、12歲啊 然後一直到 我爸爸他生病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在醫院裡面嘛 那時候我爸我還記得 他那時候就是插著管子 然後他就這樣 坐在醫院的那個小椅子上面 他手很喜歡擺這裡 大家都知道嗎 他手很喜歡擺這裡 然後他就跟我說 他就說 你記不記得 十年前 你跟你剛小時頂嘴 我打了你巴掌 然後他就已經哭了 然後他就說 他就說 我現在也向你道歉 OK 然後我就覺得說 我爸爸他是一個很偉大的人 因為那幾個巴掌我真的... 你不在意 我從來沒有... 從來沒有想... 可是他還是記住 因為他想要教導我 他說 我今天跟你說這件事情 是要告訴你說 一個父親 能向自己的兒子道歉 那麼你要記得 未來的日子 沒有一件事情 你不能夠和解 他想要教我原諒 原諒... 我也不知道原諒誰 可是他想要教我這件事情 所以我爸就是一個這樣子的人 所以他去... 他有去加拿大看過你 到底有沒有在好好求學嗎 完全沒有... 那你在那邊自己待了多久 我在加拿大待了三年 在建立山待了三年 他唯一... 我爸媽唯一來看我的一次 是因為我妹妹她去了聖地雅閣 然後那個時候她陪著妹妹 還有我媽媽 三個人就是玩了西岸 美國的西岸到中部那邊 然後那時候經過來看我 所以你們家的氣氛 是爸媽跟你妹妹感情很融洽 然後聊不完的話 可是你是變得 一出現就是安靜的角色嗎 我是...對 我有點像是一個隱藏角色 你媽媽網月說 要讓屏風無限期的暫停表演 有跟你商量嗎 沒有 那個時候他們是在 爸爸還在世的時候 他們一起討論 然後呢 爸爸的心態是 怎麼決定都全部就是 他會跟著...他都接受 然後呢 所以說 媽媽就是跟他提了幾個點子 想法跟角度 然後呢 我爸爸最後的想法就是 好 那就...那就暫停 然後我必須說 我也很...我也很懊悔 我沒有那個能力 去對於這件事情參與討論 我沒有那個身分 角色 地位 可是你媽媽有跟你說 有一天你想要恢復 屏風表演班的時候 你可以這樣做是不是 對 我爸一直這樣跟我講耶 他一直跟我說 你不要有壓力... 他說你不要... 你永遠不要去擔心 你有沒有辦法 有一天可以超越李國修 然後他跟我說 如果...如果真的這個世界上 有一個人可以超越李國修的話 那就是我 OK 我很... 我真的... 很煩耶 我沒有這個打算耶 我發現你哭起來的時候 很像你爸耶 就是臉有變這樣的時候 所以九月份演的 沙姆雷特會演直唱 我們會演25 目前是20唱 然後原本就安排 預定要在台北再回來演一次 所以應該是25 所以這一圈就等於是 近期內看到這個戲的 唯一的機會嘛 是不是 可是我們是個喜劇喔 說真的 我知道 這很好笑 9月6號開始 出台北 到台南 嘉義 高雄 新竹 台中 桃園 很好笑 我們會從... 我們會從哪兒 就是用這種表情在演戲 從基督 對 那另外其他呢 其實我們現在每天晚上都在 星光3月A11 A11晚 對 每天晚上都有三人行不行 三個人從頭演到尾 一個很好練功 然後很讓人放鬆 完全沒有壓力的一個輕喜劇 對 重喜劇 也是阿伯的夢想 他一直覺得 藝文應該再親近大家一點 所以在百合謀事 做了一個場合 而且這個地方是可以再批准 對 一個大哭跟說這是一個喜劇 什麼關係 什麼關係 觀眾都很困惑 到底要不要去買票 看起來很可疑的樣子 亮者怕急出了迷 方永遠不敢招惹 您老公走出陽台了嗎 他還不掉下去 因為他在陽台望著遠方 所以我們要 你可以過去問他說妳還好嗎 我不知道他會在陽台望著 嚇到我 看起來很可疑 我問是哪一句話留到你 我不知道我是成蕭 沒有成蕭是他講的 對啊 因為我 我以為你本名不清帥 好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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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來我們要清算一件 小小的舊事 就是 芋頭今天出現的時候 跟妳當時想像亮者 那個苦惱的描述 她的跋扈的太太樣子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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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漂亮的女生啊 對 我把她想像是一個 你知道那種外型不佳的 惡婆娘 對啊 結果她外型是還滿有機會啊 對啊 所以亮者不用裝得好像一副 就是被欺負的樣子 謝謝 我們要放那個畫面了 好 來 對 可以這麼說 所以導演是真的很有... 很會指揮是不是 因為他很有畫面 然後他是牡羊座之愛之王的人 所以他要你怎麼做都怎麼... 他現在有改啦 他說老公 我覺得你現在是不是有點想吃什麼 連這個都可以用到 這靈異體質吧 以前他都說 這應該不太厲害了 連這個都算得到 如果太太說 你現在是不是想吃水餃 先生好意思說不 他就是從他說我要吃水餃 變成說 你現在應該想吃水餃吧 他要你們兩個一起吃 他要你陪他吃水餃 你有懷念主持外景的時候嗎 你們眼神一看 你們是在嘆氣嗎 對啊 在裕國還滿懷念的 懷念一個人到處跑一跑去的時光 對啊 現在是被關在家裡了是不是 沒關係 我有個洋台 什麼 我還錯啊 這句話太驚人了吧 我有個洋台可以冥想 他們特別拍了 你坐著就可以看到景色 是你常常坐在洋台上看著景色嗎 對啊 小洋台是我目前 整個空間裡面最喜歡的地方 對啊 可以遠離承銷 承銷不就是你太太嗎 我個性就是一個很柔弱的人 所以... 你長得像趙文卓 然後你很柔弱 我個性本身嘛 所以我其實是一個 非常適合被照顧的人 柔弱的意思是說 導演說跪下你就會跪下 我現在知道了 他自願嗎 所以... 他還在洋台 你有叫他單膝跪下嗎 沒有 我才沒有 我其實個性很... 你們看過月姐對老師 看過吧 很好啊 我對亮澤也是這樣 真的 就是我不是說我... 誰說的話是實話 對 因為是綁國 就當神耶 對 我沒有當那麼嚴重 但是我會說 我會說老公怎麼這麼可愛 老公好棒喔 我是會這樣 可是他在洋台望著遠方的時候 你要... 你可以過去問他說你還好嗎 我不知道他會在洋台望著遠方 他一過去還... 嚇到了 太害怕了 剛剛是哪一句話惹到你 他懷念一個人去東方西方的時候 他還蠻懷念那個外景生活的 他要早講嗎 他要說遠離晨霄 我不知道我是晨霄耶 晨霄是他講的啦 對 因為我以為你本名姓姓 來... 好硬喔 叫霄 投席老師有安排了一趟日本旅行 帶你們全家去 就是為了要讓王月回 為他以前... 像蜜月一次的在日本的旅行 因為原本其實就是 也是小感傷的 然後就是我們約好了 要一起去日本一家四口這樣 然後可是後來就變成說 只有媽媽跟妹妹去 然後呢 我就是是... 我就是... 我還是選擇自己的方式啦 還是選擇自己的方式 去面對這件事情 了解 所以今天意義非凡 就是今天是屏風劇團 對外宣布說 還有無限期的暫停表演的一天 那可是我想如果你很在乎 他們所推出的作品的話 不要等那麼久 那近期可以看到是9月的時候 有這20多場的沙姆蕾特演出 或者是目前每個晚上 三人行不行 到10月6號 三人行不行的一天 然後從一個人的作品當中 去回味他的風格 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歡迎各位 謝謝 謝謝看我們